俄罗斯非常重视北极的部署 目前俄罗斯正在对北极圈内的六大岛屿进行重点建设 各国媒体在经过多次的申请之后 终于获得了许可 登上了位于科捷利内岛的三叶草军事基地 而这也是这个军事基地第一次对外国媒体来开放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是俄军 位于北冰洋新西伯利亚群岛中的科捷利内岛北极基地 也被称为北方三叶草 因呈现三角形且七以俄罗斯国旗白蓝红三色大型主体建筑而得名 是目前北极圈中俄军最大基地 由于当地天气酷寒 冬季甚至达零下50摄氏度 因此所有建筑物都有走道连接 避免冰关外出遇险 看看这名士兵的衣着 你就知道当地有多寒冷 但是不管天气多冷 他们都必须站岗 北方三叶草基地最多可容纳250人驻扎 这些冰关必须在不接受外部支援的情况下 连续执勤半年 所以基地内后勤护资充足 内部暖气和饮用水可使用一年 无需补给 由于这里冰天雪地又不能随意进出 因此这些阿兵哥在闲暇时刻就打打桌球 或做健身运动来消磨时间 话说回来 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 是透过部署在基地内的雷达系统 掌控北极圈海空动静 基地内也部署陆基反舰飞弹发射车 与铠甲S1低空野战防空系统 展现捍卫极圈利益的决心 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长时间无力维持北极圈设施 但是2014年后重启经略北极计划 去年12月 俄罗斯国防部长宣称 在大立地翻新与扩建北极圈基地设施后 已经使儿均雷达范围能覆盖广达 2万多平方公里的北极区域 并可派遣战机保卫北极领空 MTV7综合报道